美少女开飞行器拯救世界 这个世界的人们在1938年 突然遭到外星生物的袭击 没人知道这种东西从何而来 为什么要攻击人类 但它们的威胁不言而喻 不少国家相继毁灭 于是人类做出了最后的反抗 它们开发出了针对这种存在的军用武器 从此拉开了反抗的帷幕 将科技与魔法融为一体 创造出了飞行器 这东西可以穿戴在脚上激发魔力与其战斗 而魔力只有少数女性才拥有 这些被从世界中选拔出来的少女 又被人们称为强袭魔女 异形君长得非常具有科幻感 各国的魔女们聚集在一起 才能将她完全斩杀 而与此同时 霓虹国的一处乡下女子学校 女主方家正在拯救树上的小猫咪 没想到半路树断了 幸亏她的衣服被树枝挂了一下 人和猫都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闺蜜小兰被吓了个构象 这个时候爷爷也开车过来接两人 回去了路上 他们看到巨大的军舰艇在港口 方家十分厌恶的皱眉 她始终认为那是战争的代表 而她讨厌战争是因为小时候 父亲为了研发武器离开家庭 结果三年后回来的只有一封遗书 因为是军事机密 所以连死亡地址都不知道 方家并不知道 此时有一队人正在对她暗中观察 他们发现方家的成绩频频 似乎没什么特长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上面会把它列为强力候补 这个时候路边忽然窜出一只动物 也因为了裹开车辆侧翻 西瓜碎了一地 闺蜜小兰也重伤了 方家检查伤势后 让她不要说话 立刻对着小兰帮助治愈魔法 过来接方家的美婿 感知这股力量非常强大 只是方家本人无法完全掌控 在美婿的指导下 方家成功吊出了好友的一口气 但是她自己也因为体力不知昏迷 等到醒来的时候 母亲和奶奶都在给小兰治疗 他们一家都是魔女 方家希望用自己的这份力量 帮助更多人 这番话被一旁的美婿听见 美婿十分感动 美婿是强袭不堆的少校 她认为方家非常有潜力 邀请她一起来对抗异行军 方家摇头 她想留在家里继承医疗所 但美婿说 她这份力量能够帮助更多人 然而方家却不这么想 她觉得加入美婿的部队 就是参与战争 然而第二天 方家却收到死去的父亲寄来的信件 她立刻把信件拿回去给母亲看 没想到 那是一张父亲和美婿 在飞行器面前的合照 他们似乎共同开发了这个项目 为了知道父亲在部队里发生的那些事情 她立刻找到美婿所在的驻地 美婿还以为她是准备加入部队 表示会帮她安排转学的事情 方家摇头 问起了她父亲的事情 看美婿的表现 她似乎不是寄信的那个人 美婿说 方家的父亲是她的恩人 虽然不知道她的父亲还活着美 但是美婿一定会去找恩人 方家不然开口 拜托她戴上自己 美婿非常认可她的态度 同意跟她一起出发 不过方家还是拒绝战争 方家告别家人和闺蜜 跟着舰队离开了港口 而他们要去父亲寄信过来的那个地址 美婿告诉她 那里是最前线 因为方家的目的 真的只是去找父亲吗 方家摇头 她有治疗魔法 所以也想去前线帮助那些受伤的人们 因为她和父亲约好了 要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于是方家在舰队上 主动帮忙打扫卫生做饭 某天方家正在打扫甲板的时候 美婿突然让她站着别动 然后自己穿着飞行器出来做训练 飞行器触发魔法阵 立刻在甲板上起飞 美婿翱翔翔于天际之间 外如自由的飞鹏 方家非常的佩服 美婿说 这就是他们强袭魔女的战斗方式 而这个飞行器 就是方家的父亲开发的 正是因为有这个飞行器 他们才能和异行军战斗 如果不是因为方家的父亲 人类早就被异行军毁灭了 美婿还邀请她试一试这个飞行器 方家摸了一把 还是拒绝了 她想知道父亲的研究 但不愿意举个战争 美婿也不可奈何 而此时的前线 强袭部队的妹子们都在休息 按照预测 暂时不会有低息 正好今天下午 他们就能抵达前线 无暗无暗没想到 异行军说来就来 美婿一摘眼罩 就看见了远方的敌人 立刻下令让舰队做好准备 那敌人一击 就把舰队削了个对半 这是方家第一次直面战争 美婿让她躲到医疗室 她恐惧的浑身发抖 1944年 正是人们与异行军战斗的白热化阶段 方家在寻找父亲的道路上 第一次直面战争对手 而这个敌人没有强攻 反而像戏耍一般攻击着舰队 方家躲在医疗室里精神紧张 美婿发现后 给她带了一个耳麦 并告诉她 害怕的时候可以联系自己 但最好躲在关键的时候用 因为接下来 她就要和异行军战斗了 方家没想到敌人会是那样的存在 她很担心美婿的安全 美婿却让她放心 没过多久 美婿带着飞行部队直奔异行军而去 让部队替她打掩护 她在高空盘旋寻找敌人的弱点 而此时 他们距离基地还有20分钟的航行时间 说什么也要撑到那附近 方家看着外面打得惊天动地 回头看了一眼药品 决定尽力而为 她打开耳麦 告诉美婿自己要帮忙 美婿却劝她回到医疗室休息 虽然不赞同方家出来的举动 但美婿还是被她的勇气征服 美婿枪口打冒烟了 但是这个敌人的装甲特别厚 所以美婿直接拔出了武士刀 一刀砍断了她的翅膀 不过对方恢复的也很快 但美婿只是想趁这个机会 找到她的核心 直到美婿战斗的时候 方家也加入了治疗伤员的队伍中 她不想坐以待毙 必须要帮助更多的人 飞行部队正在给美婿打掩护 却没想到敌人突然骑袭 美婿有魔力互盾 却护不出分散的战机 除了她之外 其他的人员全部团灭 偏偏敌人还攻击了方家所在的舰船 船只无法继续航行 美婿察觉到有黑烟 就立刻连起方家 但方家此时正在纠结 难道自己真的什么忙都帮不上吗 美婿呼叫她的声音 逐渐和父亲的声音重叠 她相信父亲在离开前说过 她拥有不输给母亲和奶奶的强大魔力 这个魔力早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 当她从过去的回忆中醒来 睁眼就看到了眼前摆放的飞行器 好家伙 装备都送到眼前了 被强化了 快送 方家下定决心 立刻进入了飞行器 通过中央电梯传送到甲板上 她要用这份力量保护所有人 舰队的其他人听到方家的名字 立刻就想起她父亲 方家这还是第一次驾驶飞行器 期间还被敌人的冲击波扫射了一轮 她却闭着眼睛往前冲 在最后一刻成功拉伸 就是飞得有点不着边际 当敌人对她发起光时攻击的时候 方家下意识用魔力阻挡 巨大屏障 令美婿看得多心惊 她越发欣赏方家 于是将异形聚能核心位置告诉了她 并表示自己会打前锋 到时候方家趁机把核心点穿 方家不能保证自己做得到 但她会尽力而为 所以美婿立刻攻上了敌人 方家瞄准的时候被激光击退 她有魔法盾 但第一次参加飞行就是实战 此时方家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但就是这样 她还要再尝试一次 这个时候 她发现美婿能够从敌人表面掠过 而不被攻击 她也有样学样 在低空飞行的时候 打破了核心所在的外层 但因为飞得太急 没办法补上最后一击 就在方家焦虑的时候 远方突然射来子弹 正好击穿了敌人的核心 核心崩坏后 敌人庞大的身躯在半空瓦解 而方家也因为魔力耗费过度倒下 被美婿接了个正招 她很欣慰 初次战斗就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而此时支援的魔女们也陆续赶到 对欧中的阿佩 这美婿的铁粉 立刻冲过来关心美婿 却发现美婿怀里 抱了一个陌生少女 她当时就急了 方家醒来说 自己在最后关头 没派出用场 美婿却说 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保护到大家 突然到小岛之后 美婿带着她去了一处废墟 从五年前开始 父亲就在这里开发飞行器 然而三年前 这里突然发生意外 变成了一片废墟 方家的父亲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美婿有些抱歉 但方家并没有生气 因为三年前 她就知道了父亲的死讯 如今得知 她最后还在努力 方家对父亲感到钦佩 并跟着美婿去了父亲的衣冠种祭拜 终于在幕前 将分别的痛苦 挂碎眼泪哭了出来 哭过后 结合父亲的飞行器 去帮助和保护更多人类 部队中的米娜 正在和上层汇报消息 最近敌人好像来得特别着急 完全没有之前那样的节奏 上层考虑要加强部队人员 但是米娜却婉拒了 他们小队 一定能够保护好这片天空 方家睡醒后 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入部队了 她发现美婿正在成练 是为随时可以应对敌人 方家非常佩服她这样的精神 殊不知此时 队伍内的阿佩 整面目扭曲地 看着她跟美婿聊天 米娜带着方家去给其他队友介绍 在队内 方家的等级 和前段时间入队的小丽一样 米娜让小丽多多照顾一下方家 他们给方家准备了书籍和武器 不过方家却拒绝用枪 一旁的阿佩 看见美婿露出欣赏的眼神 立刻气鼓鼓地走出了会议室 米娜只好说 今天没办法给方家介绍其他人了 等到米娜离开后 队内的弗兰突然替方家两三围 一旁的萨洛特哈哈打笑 也对方家自我介绍 她是别国来的魔女 他们这支部队汇集了 从世界各国选拔出来的魔女 长白发少女叫艾拉 她和短白发少女塞尼亚 来自同一个国家 美婿让和方家同等级的小丽 让她去四处逛逛 小丽这个人看起来十分的羞涩 说话也轻松细语 感觉非常柔弱 两人的宿舍就爱在一起 小丽说她刚才没多久 如果有需要买生活用品的话 我最时可以去找她 方家还真想买一口大锅 这里还有一个大澡堂 可以泡澡按摩 小丽又带着方家去逛了很多地方 半路他们发现有记者在采访队友 小丽说这几位队友都特别厉害 方家还拥有强大的治疗魔法 只有她什么都不会 做事还有些冒冒事实 她告诉方家 这里整个小岛都是强行魔女的基地 而小岛对面的大陆是欧罗巴大陆 此时已经被疫情军所占领 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回那一片大陆 美婿也给两人做了特训 方家十分钦佩小丽 因为她在狙击的时候 不过她也要做狙击训练 像无视飞行训练 之前不告二边的阿佩突然出现 说自己也要加持训练 并表示双人组队能更好的控制角度 阿佩可是美婿的独尾粉 但方家并不知道 她只知道阿佩不搭理自己 训练结束后两人累得够呛 阿佩还吐槽她完全没有战斗意识 还不如早点回国 免得留下来拖累他们 方家想不通了 只想不通就对了 这就是女童吃醋 方家在训练中表现并不好 毕竟对魔力掌控不算熟练 而小丽在训练中却特别厉害 不过米娜和美婿比较担心 因为小丽在实战中很少发挥出权力 方家和小丽结束训练后累得够呛 没想到这个时候 有队友找了过来 说她如果还是这样子半吊子 最好还是回去 毕竟前线可不是让队友拨累的地方 方家有些难过 她只是想帮帮大家 就在她晚上发呆的时候 小丽找了过来 她很羡慕方家 即使被说也会努力的精神 而自己却一点长处都没有 她有点怀疑自己在这里待着 真的好吗 可方家却很诧异 训练中的小丽表现得明明很出色呀 小丽坦白 只有训练做得好 实战的时候 她连飞都很勉强 但方家却能轻松地在实战内飞行 她说完就逃走了 这一幕被米娜撞了个阵招 不久后 上次发来消息 第一行军已经有了新的行动 外派出了新的阵容准备围堵 方家看在眼里有些佩服 而小丽却觉得 队伍中没有自己 认为自己更加拖后腿了 方家还没来得及去 小丽就逃走了 米娜找到方家 告诉她关于小丽的故事 原来这一片土地 就是小丽的家乡 而作为欧洲最后的堡垒 小丽一直想要保护自己的故土 因为压力太重 反而在实战中无法发挥权力 然后又告诉方家 千万别忘记她入队的初衷 只要有那颗心 努力训练就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而此时 每次他们已经在海上拦截了异性军 可没想到 这下会身体里并没有核心 美训立刻意识到 这是声东击西 现在怕我的基地危险了 而此时 方家站在和小丽剖析自己的弱点 并表示 如果自己能够帮助到别人 不管多么困难的训练 她都能够坚持 这话一下就让小丽想起了过去的自己 就在她要敞开心扉的时候 基地的警报突然就响起了 留在基地的几个魔女 要么耗费了体力 要么就是新人 方家立刻站不栏 说要迎战 米娜很担心 毕竟她是纯新人 可方家说 自己一定要保护大家 没想到小丽也站了出来 米娜在片刻犹豫后 还是答应了 这次由她带队 只为两个新兵弹子迎敌 小丽说自己其实很害怕 方家开口就是一句 俺也一样 但与其单看着什么也不做上火 还不如使着和队友一起攻击 此时 艾拉和米娜已经在前方扫射敌人 没想到敌人突然加速 把两人甩开 直冲方家他们而去 小丽根本没办法瞄准敌人 她说自己漂浮在空中 有些不安稳 方家直接将她架在肩膀上 表示会支撑她 而此时的小丽终于下定决心 她让方家和自己一起瞄准敌人 而自己已经预测到敌人的下一个方向 于是两人同时开枪 便成功击穿了敌人的核心 虽然消散的烟雾 差点把他们冲飞 小丽十分高兴 这还是她第一次成功 多亏了方家的帮助和劝导 方家遭到了欧派把邻 看起来似乎很幸福的样子 哥尔特虽然是队里 击杀数量较多的大佬 但就是她其实有PTSD 做梦的时候总是没梦见战争 梦境中还有一个在街道上哭泣的小女孩 而她是最不认可方家和小丽所说的 帮助他人的说法的存在 话是这么说 但她每次都会暗中观察方家 午饭是方家和小丽一起做的 阿佩吃到纳豆还挑挑剔剔 而且美须也喜欢吃这个口味 还稍微收敛 方家发现哥尔特的菜都没什么动过 还担心自己是不是被讨厌了 下午训练的时候 哥尔特的节奏明显慢了半拍 作为队内的王牌选手 美须和米娜立刻看出了端倪 自从方家来到了基地 哥尔特似乎就变成这样了 他们琢磨 要不要让哥尔特和方家一起搭档试试 方家因为想着哥尔特的事情 不小心把水桶打在了阿佩身上 此时阿佩还在发脾气 方家和哥尔特对上视线高桑说话 哥尔特却转身离开 她曾经有一位妹妹 但在战争中受了重伤 只能跟着大部队转移 方家问小丽 自己是不是被哥尔特讨厌了 小丽说 哥尔特一直都是这个态度 不过她和另外两位队友 好像不太一样 毕竟他们是从战争刚开始 就一直组队的 下午茶休息结束后 美须又对方家和小丽进行了特训 阿佩在暗中观察 她怀疑美须为什么如此关照方家 殊不知 关照方家等还有哥尔特 在哥尔特眼中 方家和她那位妹妹是引重合 往上发工资的时候 哥尔特让米娜给她全部寄回去了 而方家也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 这个购买量可相当的惊人 美须说 他们毕竟是在前线战斗的 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所以上头在金钱这方面 是一点都没可口 让他们该吃吃该喝喝 这个理由没让方家开心起来 不过小丽觉得有工资补贴 她可以给家里寄钱也不错 方家一听 也琢磨给家里寄点 两人泡完澡离开 阿佩再一次找上门 她觉得方家的态度实在不好 今天一整天 先是拖把袭击她 拨茶的时候还发出吸溜声 甚至还和美须一起泡澡 她羡慕嫉恨了 方家没想到 她态度这么恶劣 女童吃醋 咋能无差别攻击人呢 脾气再好也要反驳 最好这个时候 米娜出来劝阻 再吵架 不死到厕所一周 两人顿时安静了 方家顺钱还想着 和基地众人打好关系 而米娜发现 户尔特并没有睡觉 知道她还在想自己妹妹的事情 于是上前宽慰 说那不是她的原因 户尔特却始终认为 如果能更早进攻 就不会有事了 她也没能保护好祖国 米娜决定给她放个假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户尔特却说自己不需要休息 下次战斗 她也要上场 于是第二天训练 美娜特尔叫上户尔特出战 却将方家和小丽拆散 自己带着小丽一队 硬是把户尔特和方家 凑成一队 好啊 这个CP头子 作为副队员 方家只需要跟在户尔特身后 就可以了 没想到训练到一半的时候 基地突然发出信号 说是有敌席 很快支援部队也冲了过来 阿佩也在其中 美娜特尔让方家 跟在她身后去找核心 阿佩发现后 竟然没听命令 也跟了过去 而此时 美娜也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户尔特今天 好像冲得太猛了 果不其然 在他们第一小队突袭后 敌人立刻发出激光扫射 第二队往前靠得太猛 没能及时躲开 阿佩不小心撞上了户尔特 户尔特的枪口被激光打中 立刻从半空中摔了下去 方家和阿佩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 及时将人稳住 放到了地面 撕开衣服一看 胸口已经有了血迹 阿佩十分慌乱 不知该如何处理 方家检查后 确认是大出血 立刻在原地释放治疗技能 他需要细微地控制自己的魔力 无法继续参战 阿佩立刻紧强护在他身边 户尔特醒来后 劝方家不要靠近自己 会有危险 让他用这个力量继续去战斗 可对方家来说 目队的众人都是伙伴 怎么能在危机关头放弃伙伴 那他还要怎么拯救其他人 户尔特却说 拯救是不可能的 也好 只要能救一个是一个 这种态度让戈尔特有些恍神 此时阿佩也快扛不住敌人的攻击了 方家因为魔力输出过度陷入昏迷 戈尔特的意识惊醒过来 他想起方家说的那句话 只要力量还在 救下一个人都是值得的 对于这一次 还一定要保护好方家他们 火力全开的戈尔特 直接将疫情军的核心打爆 灵婿和米娜松了一口气 米娜上去 就给了戈尔特一个大嘴巴子 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然后又一把抱住戈尔特 让米娜早就把她当作家人了 所以她也不希望戈尔特 自保自欺去冒险 而战斗结束后 阿佩也找到方家道谢 果然天然还是可傲娇的 而戈尔特的好友 也对方家表示了感谢 美婿三人也回到了基地 再次见到方家 戈尔特也有些不好意思的 和她打招呼 战斗结束后 她选择休假去看妹妹 经过上次的战斗 方家在部队中 获得了一定的认可 她大早上就做梦 梦见和小莉贴贴 因为太快了 从床上摔了下去 小莉吓得赶紧推门 问她怎么了 瞅着小莉漫妙的身材 再想想刚才那个梦 方家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赶紧找借口 说自己只是梦见和小莉一起训练了 至于是什么训练 她没有说 小莉却十分佩服方家 因为她做梦都在训练 很厉害 方家盯着小莉的胸口 面昏而吃 这个时候 身后传来声音 她吓得赶紧回头 却不小心 袭击了美婿 然后被美婿收拾了一顿 却发现大家好像没什么兴致 小莉赶紧提醒她 不是去玩 是训练 方家这才是失落的吹下头 但训练还是得去 拟她拜托她 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另外两人 听说这次过去 不完全是训练 训练结束的空余时间 他们可以去海边玩 于是方家十分高兴地 拉着小莉去找人 此时 萨洛特正在飞行器里面做实验 他是一个技术军人 这会儿正在改造自己的飞行器 一旁的芙兰也被吵醒了 方家问萨洛特在干什么 萨洛特说 他对飞行器的引擎做了改造 解释不太清楚 但可以直接给他演示效果 他把魔力输出和防御的能量调整了 抽出一部分能量 全部加在速度上面 时速最高突破800千mm小时 已经打破了记录 但萨洛特觉得 他还可以更快 因为他的目标是突破音速 而萨洛特在成为飞行员之前 其实还是一名机车手 当时他也是追求极限的速度 他在机车上突破世界记录后 就听说飞行速度也打破记录了 于是他立刻提交报表 加入部队 平时会挑着没有任务的日子 改造引擎挑战极限 有差的目标是突破时速 1200千mm小时 这样就能够超过音速了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但也不是不能挑战 方家将去海边训练的事情 告诉给了萨洛特 三人先行离开 而一旁睡醒的弗兰 发现人不见了 他看到萨洛特飞行器上挂着的眼罩 伸手抓了过来 没想到把飞行器给摔坏了 他吓得尖叫 赶紧将零件胡乱的装回去 外表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区别 第二天 终于来到海边训练 很怪只在海边玩起来了 只有方家和小丽 得继续用飞行器训练 他们要带着飞行器跳入海里 以防能量不足 落海后无法逃生 飞行器的重量 能够直接把两人往下拽 得去提醒他们 要学会游泳 结果方家他们差点就淹死了 众人开开心心玩乐的时候 方家和小丽 扛着重重的飞行器 艰难的爬上岸 萨洛特告诉他们 这样躺着也不妨是一种享受 三人立刻开始体验日光浴 可看着看着 方家发现有个影子 从太阳面前飞过 萨洛特立刻睁眼仔细观察 当即判断 那就是敌人 估摸着车绕开雷达混进来了 萨洛特拔腿就冲上了设备 此时美翠和米娜也接到了消息 比他们预料的 要早来两天 他们两人根本就追不上 萨洛特的速度 而萨洛特是第一个 穿上飞行器出发的 很快他就接到了美翠的情报 这次的敌人 是一个高速型的敌人 前进路线应该是往伦敦方向 因为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不太好追踪 只能依靠萨洛特的速度拼一把 方家和小力根本就追不上 这个时候 美翠和米娜只在观望 弗兰立刻冲了出来 惊恐的问萨洛特 是不是已经出发了 然后说 自己昨天 不小心把萨洛特的飞行器弄出问题了 米娜立刻逼问他 究竟是怎么回事 弗兰心里咯噔一下 哦哦 完蛋 而此时萨洛特也发现 机器好像不对劲 下一秒就听到美翠发的通讯 邀请他立刻返航检修机器 而此时 方家和小力也在后方猛追 夏洛特感觉 飞行器加速根本停不下来 难道今天的引擎不错 这让他感受到了 当年机车突破极限的快乐 夏洛特非但没有返航 甚至直接开了加速往前猛抽 等到方家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被破音速的声波掀翻 没想到复兰这么误打误撞的 真的给他搞出了设备基础 而夏洛特突破马克后 立刻高兴地汇报消息 美翠赶紧提醒他快减速 因为他要撞上敌人了 夏洛特还没反应过来 敌人就近在眼前 他吓得立刻上了一层魔法护盾 没想到速度太快 连人带护盾直接穿透了敌人的身体 敌人走着走着就当场去世 为夏洛特自己毫发无伤 呃不对 他衣服没了 因为太过快乐 连机器也不落了 幸亏方家和小力及时赶到 成功把人带了回去 这天晚上 萨尼亚站在夜巡 突然发现远处有飞机过来了 正是米娜和美续开班会带着方家回来 高层那群人一直都想削解他们强袭部队的经费 米娜吐槽 如果不是因为外星生物出现 指不定人类就开始世界大战了 萨尼亚一边哼着歌 一边飞到飞机旁边替他们护航 方家对他道谢 萨尼亚羞涩地离开视线 这个时候 他发现远方出现了光线 怀疑是外星生物出现 方家本想帮忙 但是他们并没有携带飞行器 米娜怀疑敌人盯上了那个存在 但美续觉得 敌人没那个脑子 他们只好先让萨尼亚 飞上空中吸引火力 他们立刻回到吉皮换下设备 再来支援 而萨尼亚的能力很强 在空中通过魔力 甚至能感知地平线另一端的存在 有的时候甚至能看到美续看不见的敌人 他的歌声可以通过电波引导飞机前进 哪怕敌人藏在云雾之中 也能被他一眼发现 航着火箭筒 对着云层狂轰轰炸 美续觉得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可是萨尼亚却总觉得 遗漏了些什么 等他们返航之后 其他魔女便开始清理战场 但是他们在现场并没有找到别人的痕迹 而且敌人根本就没有进行反击 所以便有人怀疑 这个敌人真的存在吗 萨尼亚顿时有些难过 米娜觉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于是加派了夜间巡逻的人手 将方家派过去和萨尼亚一队 艾拉可知道方家是女童班首 赶紧表示要入队一起 不然回头老婆都被抢了 夜间备战 方家和艾拉他们直接在白天被赶去睡觉了 屋子里弄得黑漆漆的 艾拉说自己的能力是占卜 运气不错的话 可以提前预知敌人的方位 方家抽卡 艾拉说他马上就要见到自己最想见的人了 可方家最想见的人其实是父亲 可是父亲早就去世了 等一下 这地下见面 也是见面了 这朝之前 方家发现 萨尼亚的房间日历上缺了一个日期 晚上众人收拾好东西准备夜巡 方家还是第一次在夜间飞行 因为太黑 他有些手抖 想去牵萨尼亚的手 萨尼亚表面上没有表情 天线全红了 这个时候 艾拉另一刻冲过来 拉住方家另一只手 两人带着方家一起上天 方家很害怕 却发现萨尼亚的尾巴摇得很快 最后 他们抵达云城之上 那里的风景很好 光线也很充足 方家发现 萨尼亚果然是一个内敛害羞的人 之后几天 他们夜巡小组要吃一些补充势力的食物 鱼油这个东西 差点把全堆喝到自闭 休息的时候 方家问艾拉和萨尼亚的家乡 两人的家乡都在被外星生物霸占的大陆上 虽然现在已经和家人分别了 但方家觉得 他们总有一天能够相见 她觉得有期待 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艾拉在下午的时候 带着方家和萨尼亚去泡澡 方家发现 萨尼亚的皮肤很白 她凑过去看 萨拉立刻挡住 女童速退去 整完三男后 他们在基地的河边泡澡 两人盯着萨尼亚 默默脸红 萨尼亚哼的那首歌 是她父亲给她改编的 她非常喜欢音乐 在父亲的支持下 去维也纳学习 没想到 就来了外星生物 大陆沦陷后 她和父亲失散 但聊起过去的事情 关机也好了很多 晚上飞行的时候 方家说 今天是她的生日 但同时 也是她父亲的忌日 所以她一直 没有告诉大家这件事 萨尼亚决定 送方家一个生日礼物 她把自己的无线广播 开到最大 动画耳机 将远在地平线之外的音乐 传递给她 这原本是萨尼亚 和艾拉的小秘密 不过 今天是方家生日 她最大 可偏偏这个时候 外星生物来袭 她甚至还模仿 萨尼亚之前哼的歌 每次他们收到消息 立刻让萨尼亚他们返航 可是外星生物的电磁波 干扰了信号 他们连方家的锁在地 都找不着 这样看来 外星生物的目标 就是萨尼亚 萨尼亚飞起来 发现外星生物 果然瞄准了她 她想让两位队友赶紧离开 可艾拉和方家 当然不会放弃队友 方家也对萨尼亚 发露出了让她安心的笑容 在艾拉和方家的帮助下 萨尼亚也提起枪开始反击 他们成功打碎了敌人核心 这个时候 方家发现 耳机里还有一样的琴声 方家还以为 是一行军没有杀干净 没想到 萨尼亚立刻反应过来 但是父亲在某处弹奏钢琴 艾拉告诉方家 今天其实也是萨尼亚的生日 所以这应该是 萨尼亚的父母正在怀念她 米娜和美旭去祭拜了方家的父亲 他们怀疑高层 应该知道外星生物的进化 只是他们出于某些原因 隐瞒了真相 萨尼亚夜旋回来的时候 不少人都在睡觉 只有美旭起了个大早 正在训练 等到基地的铃声响起 魔女们纷纷从床上爬起来 萨尼亚更是一脑袋 栽到了艾拉床上 艾拉嘴上说 只收留她这一次 手却熟练地把她捡起衣服 另一边 戈尔特也在摇自己的队友艾瑞卡 艾瑞卡和戈尔特他们 都是部队的王牌选手 今天还啥受薰的日子 这几年 她击落了250多个敌人 戈尔特一线被子 才发现 这截子根本没穿胖子 美旭还在指导方家训练 阿佩暗中偷窥 被弗兰逮了个正着 于是美旭拉着两人一起做训练 基地内部众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今天看起来非常的清洁 艾瑞卡终于醒来了 他到处找胖子 压根没看见 一拍手 干脆决定不穿了 这可不行啊 胖子还是得穿啊 果然在破不了省呢 另一边 美旭他们训练完准备去泡澡 阿佩一看到美旭 就满脸通红 一想 等会儿可以和美旭一起泡澡 他就激动 结果冲到浴室 脚下一滑 踩到了肥皂 还没等他开骂 就发现 自己被美旭抱住了 阿佩碎嘴 一下就闭上了 天哪 什么助攻肥皂 方家赶紧道歉 没想到阿佩还对他说谢谢 这个时候 光着屁股的艾瑞卡 觉得有些冷 正好路过澡堂子 直接顺走了弗兰的胖子 等弗兰出来后 发现胖子不见 干脆薅走了阿佩的 阿佩本来想对美旭的胖子下手 然后二北方家和美旭发现了 他立刻表示 这是一起案件 等到高尔特得知这件事 立刻表示 这是一起案件 需要调查 方家问他 能不能先把胖子还给自己 没想到 高尔特竟然打算 把自己的拖了借给他 不是啊姐子 你们的胖子还能混穿啊 这 你这 他这 于是 高尔特表示要立刻调查 一旁的弗兰突然心虚了起来 而罪魁祸首艾瑞卡 却毫无意识 众人立刻转头 去看吃饭的两人 见弗兰的表情不对 刚要说话 弗兰拔腿就跑 露出了白色的胖子 阿佩一言震出 那就是自己的 众人赶紧追了上去 罪魁祸首艾瑞卡 还在安静的吃饭 弗兰逃跑的时候脚滑 没想到顺手 扯住了方家的泳衣 下意识就带着他一起逃跑了 逃跑途中 没有胖子 只有黑色的阿佩率先倒下 方家追上弗兰 要自己的泳衣 没想到弗兰 把他戏耍了一顿 他逃进了宿舍 不小心闯到了艾拉房间 就发现艾拉和赛尼亚 睡在一张床上 艾拉被吵醒 一脸茫然的看响他 弗兰发现窗外 还有水管可以下去 他竟然拿走了艾拉的白色 拉着窗帘下楼 无奈之下 艾拉只能穿上 赛尼亚的黑色 面对追过来的队友 他十分脸红 另一边 弗兰再次被围堵 他赶紧躲到了小房间内部 结果里面太黑 脚下一滑 手拉住了一个拉杆 整个基底 突然响起警报声 此时 米娜正带着小力回部队 警报声响起 众人力够准备出战 赛尼亚也被从睡梦中吵醒了 方家和阿佩都说 他们没穿胖子 不好上天 没想到美婿却说 任务途中 没人会看 这个时候 赛尼亚也走过来说要参战 并指着艾拉的裤子 说他穿了自己的 就在赛尼亚和阿拉杆裤子的时候 哥尔特带着队伍 准备出发 米娜却突然阻止他们 说这只是一场误会 艾瑞卡在准备出战的途中 发现了弗兰 并得知是弗兰误拉的警报 而且还收缴了一系列的胖子白丝 米娜说 这不是他的功劳 而是沉着冷静的艾瑞卡的功劳 不酷也是他们基底的王牌 最回护手艾瑞卡 帮我接过了荣誉 现在只有弗兰还是光屁股的 他说自己的胖子 也是在意识失踪的 就在所有人 准备寻找真凶的时候 发现被授讯的艾瑞卡 吹起来的一百价 可不就是富兰失踪的胖子吗 基地来了设备维修人员 方家本想过去送点心 没想到对方却说 米娜队长说 不能和魔女接触 方家不解 真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是个百合犯哪 你看隔壁小丽 就从来没有和男生打过话 方家突然发现 之前载过自己的舰队来基地了 美学让方家去会议室一趟 原来舰队的船长 想对方家表示谢意 不知为何 米娜指到了两人中间 舰队成员一致认为 方家在之前 帮助他们躲避了疫情军的攻击 所以拜托舰长过来 送了一趟礼物 舰长说 他们明天就要去打头战 邀请方家来舰船上玩 没想到米娜先开口替她玩具了 方家不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没想到一转头 突然被船员送了表白信 她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开始小丽提醒她 这可能是情书 方家顿时灭红耳赤 等她还没伸手接过来 清风就被吹走了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女童番呢 两人去找信的时候 她还不小心碰到了手 这一幕正好被米娜看见 她立刻呵斥传员 并且将信件重新还了回去 说她明令禁止 他们接触魔女了 但米娜这么做 是有原因的 当天晚上 梅絮就找到米娜聊天 问她是不是 还不能忘记过去的事情 方家看着舰长 送给她的礼物 这哥们也有点意思 竟然送手办 她其实想亲口对人说声谢谢 第二天 情报终于准确了一次 敌人来袭后 按照美絮的计划 魔女们纷纷换下飞行器 拿着武器出发 原本这个异形军 是一个大魔方 没想到 他们在靠近异形军之后 对方突然分裂 米娜立刻感知了异形军的所在位置 并有条不紊的给众人布置任务 让方家掩护美絮 寻找核心 阿佩的魔力和电有关 小力在旁边给她打支援 因为这些异形军分散的比较多 众人攻击起来也会计算数量 美絮还在检查核心位置 可因为数量太多 她没法立刻定位 但她明显感觉到 这群小东西内 确实有核心的存在 不是阳弓 这个时候 方家发现上空有方块逃走 她立刻打碎了其中几个 美絮再次检查 确认核心就在那里面 于是米娜立刻带着队伍冲了过去 三人瞄准小方块 不断攻击 最终 方家成功打穿了核心 但是榴弹擦过美絮的发丝 米娜吓得心跳加速 确认没事后 她发现底下的战场废墟 正是她曾经的故乡 众人都发现米娜的状态不对 得去阻止他们去问情况 让米娜一个人待一会 米娜落地 发现了熟悉的车辆 打开门一看 里面放着一个礼物 她一下就想起了自己的恋人 当时战争爆发 米娜作为魔女被调到前线 她曾经的梦想是前往音乐之都 恋人也是如此 但是米娜为了保护国家而离开 恋人决定放弃梦想 陪她一起 于是两人一同前往前线战斗 当时恋人帮她安装了飞行器 并让她先去战斗 他们后勤人员 马上就会成为这个废弃的据点 于是米娜转身离开 恋人告诉她 之后会有东西赶交给她 只可惜 等米娜返回基地的时候 却得知没有一个后勤人员 来到新基地 而恋人早就做好复死的准备了 当米娜再次看到包裹 她明白 那就是恋人留下的礼物 而另一边 舰队也准备离开了 在他们离开之前 方家叫上美旭和小莉 一起去给他们送别 米娜换上恋人留给她的裙子 也替这支舰队 送上了离别的赠取 也算是和曾经的梦想 与恋人告别 米娜终于坦白 失去恋人的时候 她很难过 甚至想过 如果不认识就好了 所以她不想让其他的队员 也走上这样的结局 可她一边说话 竟然一边拿枪 对转了美旭 米娜让美旭不要再使用飞行器了 因为下一次 她再出战 可能就回不来了 与其让美旭死在无人之早的战场 还不如由她亲手来解决 然而美旭却不退不让 说自己还不能停止战斗 米娜就明白 自己根本下不了手 塞尼亚再一次 钻进了艾拉的房间 方家帮美旭送资料到米娜那边 美旭拿出最新的敌人资料 说这个敌人会模仿塞尼亚的歌声 并要求根据这个情报继续调查 最好是通知塞尼亚 还有戈尔特和艾瑞卡他们 方家说 戈尔特和艾瑞卡今天休假出去了 听说戈尔特意识不明的妹妹 睁开眼睛了 她现在正在往医院的方向赶 米娜很理解 因为妹妹就是戈尔特战斗的全部原因 见到醒来的妹妹 戈尔特差点就哭了出来 妹妹问戈尔特有没有冲动行事 艾瑞卡告诉她 戈尔特以前确实有点 不过多亏方家的出现 才能戈尔特恢复了不少 并说方家长得和妹妹有些相似 他们探完妹妹以后准备回去 就在车上收到了一封 据说要给米娜的信件 另一边 阿佩发现美絮竟然进了方家的房间 美絮表示 她有一件事要告诉方家 上来先夸了夸方家之前 击杀方块立功的事情 方家却觉得 这是美絮训练她的功劳 可当她听到美絮 只没给她加三倍训练的时候 方家知道 抱大腿是要付出代价的 然而此时 门外的阿佩却特别的羡慕 但偷电的行为被小莉发现了 两人在门外发出动静 美絮立刻开门 看到两人 干脆拉着他们一起去训练 在训练的时候 方家和阿佩是一对 他们的对手是弗兰和萨洛特 方家这段时间 飞行技术有卓越的提升 甚至可以绕后干掉两人 方家感慨 她和阿佩说不定能组成个不错的队伍 立刻阿佩爆点的时候也很厉害 小莉很羡慕方家的成长 而方家也很羡慕她的胸围 这个时候 阿佩为方家 她是怎么学会美絮那招回旋的 方家说看见了就模仿了一下 可阿佩就觉得 方家一定是私下请教了美絮 天呐 她竟然背着我开小灶 不行 她要对方家提出决斗 而与此同时 哥尔特和艾瑞卡也都看了那封信 他们发现了米娜和美絮 正在调查敌人进化的事情 而这封信 似乎是对米娜的警告 美絮猜测 可能是他们高层的空军上将 已经知道了什么 这边 方家还在和阿佩决斗 阿佩甚至还提出了用真枪决斗 但是方家绝对不允许用枪对着人类 更何况 他们还是同伴 阿佩却说 她入队的时候也这么说过 但是决斗 要认真起来 然而在比赛过程中 方家却暗死保险栓 一路坐在遛阿佩 正在昏睡的萨尼亚 魔力突然暴走 随后基地内突然拉响防空警报 敌人似乎要从他们附近逃走 方家立刻表示 他们正好在训练 可以去追击 米娜想要劝阻 却没来得及 阿佩也没能拉住方家 而此时 米娜却拦住了想要离开的美絮 上次战斗的时候 美絮的护盾就已经不稳了 不然榴弹不可能擦到他 没错 魔女一旦过了20岁之后 他们的战斗能力就会开始下滑 合着这群战斗的少女 都是未成年了 你们这个世界 看能不能好了 但是他不会现在离开 而是准备培养出方家 等到方家成为 能够领导其他人的存在后 他才能安心离开 而此时 方家已经追上了敌人 那是一个很小的异型军 他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也能解决 可没想到 这异型军突然围着他飞了起来 方家本来准备开枪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安全栓被锁死了 他好不容易解开 没想到异型军却变成了他的样子 那个东西长得像人类一样 方家实在无法对他下手 而此时 美续他们也带着部队追过来了 方家无法对异型军开枪 但他想起 异型军似乎模仿过萨尼亚唱歌 现在我模仿他的样子 他怀疑他们是不是可以沟通 异型军似乎想冲过来抱住他 方家阻止 米娜他们此刻已经无法联系方家 万一是异型军那边用了奇怪的通讯阻断 方家问异型军 他真的是他们的敌人吗 异型军的核心突然转动了起来 米娜他们担心 方家会被异型军洗脑 此时 美续也追了过来 眼看方家的手 然后触碰到异型军的核心 美续立刻上前阻止 方家却挡下了异型军身前 而此时的异型军 也对美续发起了攻击 美续的魔法屏障挡不住 被击中摔落 米娜得知情况后泪流满面 却仍然叫重人去追击异型军 方家正在尽全力治疗美续 但是他的体力已经完全撑不住了 这个时候 医护人员赶来 将美续推进急救室 方家也因为用尽魔力倒下 他醒来的时候 手术才刚刚结束 虽然抢救回来了 但状况仍然不是很好 等到方家恢复来探望美续的时候 阿佩几乎是愤怒地给了他一巴掌 认为是他阻拦美续 才导致事情变成这样 方家并没有在意阿佩的态度 可是立刻冲到美续身边 释放治疗魔法 没了方家 做饭的人也没了 阿拉给方家占卜了一下 结果不是很妙 毕竟他私自违背命令 他袒护敌人 导致上司重伤 最后敌人还跑掉了 这完全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了 艾瑞卡跟他一唱一和 显然两人也不想让方家出事 但是他们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 米娜并没有立刻判定方家的罪名 而是准备让美续醒来后再说这件事 而方家在给美续治疗的时候 他的心跳突然加速 方家很崩溃 如果这个时候母亲和奶奶在就好了 可是他并不能停止治疗 因为基地内会治疗魔法的人只有他 他冷静下来集中精神 用出了自己最强的力量 终于稳定了美续的情况 第二天 医生都说美续脱离的危险 等到米娜过来的时候 美续已经醒了 方家醒来后 发现美续已经醒来 美续问他为什么不对敌人开枪 当方家想说出那个疫情军似乎想表达什么事 却被美续阻止了 并严肃地告诉他 疫情军都是敌人 方家实在无法反驳 米娜他们也有心偏袒方家 没有让方家召开军事法庭 也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直接罚了十天的关禁币 小脸看出方家的心情不好 也拉着他一起去泡澡 众人都在澡堂里 说起他们也被关禁币的事情 方家没忍住 告诉众人 他那天看到的疫情军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和他们沟通 可戈尔托第一个不同意 他说疫情军之前干的事都不是好事 就算能够沟通 他们也不是好人 眼看气氛就要僵持在这里 艾瑞卡第一个打破了尴尬 他岔开了话题继续聊天 气氛这才缓和一些 方家独自在房间禁闭 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信任自己 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分辨和处理这种事情 可是他根本就睡不着觉 很想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而此时阿佩还在训美絮 说他太惯着方家了 明明他们的任务是要保护世界 美絮摸了摸阿佩的脑袋 很感谢阿佩的关心 所以也希望他不要对方家生气 而此时方家却悄悄溜出了房间 没想到他被小丽逮了个正招 小丽说他不相信异行军 但是相信方家 所以他要跟着方家一起去 希望方家等他安排一下 但方家却拒绝了 他不是不相信小丽的实力 只是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 把小丽牵扯进去 小丽也明白他的想法 于是一把抱住方家 说自己会等着他回来 另一边 米娜也发现了这件事 他们准备赶在司令部发现之前 把方家带回来 然而这个时候 司令部的电话打了过来 竟然要求他们立刻把方家击落 小丽也被关到了房间里 米娜十分无奈 你们霓虹的魔女都这么喜欢搞事吗 此时基地内部一片混乱 阿佩本来负责照顾美絮 但美絮却拜托他帮自己做一件事 此时方家已经找到了 那个人形的异行军 而哥尔特他们也追击了过来 那个人形的异行军 竟然打算带着方家去他们的巢穴 要知道 哥尔特他们曾经想攻打巢穴 都没有能靠近的机会 而对方家来说 那个黑色的巢穴 就仿佛一个云中走廊 米娜并没有阻拦方家进去 他决定在外面观望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方家在巢穴内部和人形异行军对视 这个巢穴中有一个巨大的核心 核心四周全部都是他们来到地球后的录像 其中也包括他们和魔女战斗的视频 方家发现是人类先攻击异行军 然后他们还拿走了那一块核心 就在两人即将触碰到对方的手时 一个高速机甲飞了过来 人形异行军立刻闪现出来挡住攻击 米娜他们看着那个机甲也陷入了茫然 方家被机甲的攻击扫道 从巢穴中摔落下去 米娜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对了 而此时美絮和阿佩正在悄悄潜伏 被叫下来后直接逮捕回到了基地 他们一回基地就看见了空军少校 而那个巨大的机甲竟然是归少校他们管的 你有这么能耐的东西你不早用啊 下一秒这些队伍就包围了米娜他们 这个空军上校上来就要解散强袭部队 而方家看到那个机器 瞬间想起了在巢穴中看见的视频 这台机器似乎和异勤军出现在同一个实验室内 这话刚出口 美絮和米娜就露出了怪异的表情 而空军上校面部扭曲 立刻岔开了话题 并准备将全员驱散到原本的部队 还将这口锅扣在了方家头上 并表示他们的机甲可以击败异勤军 以后前线可不需要方家他们了 方家昏睡后醒来 众人都打包了行李准备离开 方家本想说那个机器有问题 可是得知部队要解散后 他十分难过 觉得是自己牵连了大家 至已至此他们只能离开部队了 方家收拾了东西跟着美絮回家 部队内其他人也纷纷离开 另一边空军上校接手了基地 他们原本是想让魔女做掩护 慢慢研发新的机器 没想到方家就突然和疫情军接触 搞得他们不得不把机器放上前台 现在他们搞出来的机器就有这一台 不过他们放走魔女就并不担心 毕竟没了飞行器 他们也只是普通女孩 阿佩是跟着美絮一起回去的 他不打算回自己的国家 想要继续追随美絮 方家说自己从来不后悔去那个部队 在那里认识的每一个人 都是他独特的经历 可是他有些懊悔 自己毁掉了那段回忆 另一边米娜也判断方家没撒谎 毕竟空军上校表现得太明显了 这哥们是完全不打算藏的 男人也写着我有阴谋啊 于是米娜决定带着两位老乡回去查看情况 而此时空军上校已经派出机甲去镇压 下属说技术主任表示 机器还不能现在投入实战 但是空军上校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们必须要代替强袭部队 把异形军进退后掌握世界局势 只有一台机器就迫切了想要获得战功 拿到量产的权限 一看就知道这个部队在隐瞒什么 艾瑞卡吐槽哥尔特调查的这么认真 一定是为了方家 哥尔特当然不愿意承认 而此时下路偷带着弗兰准备返航 飞机刚起飞就看见机器从旁边窜过 这战机立刻冲向异形军的巢穴 竟然一击就把异形军给打死了 奇怪的是 他竟然能用和异形军一样的光石攻击 方家立刻反应过来告诉美旭 高层绝对和异形军接触过 并且他们还搞到了异形军的科技 但阿佩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真的有科技 他们一定会收到报告 美旭却觉得有些合理 毕竟如果敌人不只是异形军的话 方家的推断就很合理了 这个时候空军上校看到几百异形军很开心 没想到异形军又同时放出了三只 美旭发现异形军的攻击方式和之前完全不同 万一这其中出现了情况 此时这么多异形军一同攻击机器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空军上校要求放出绝招 可如果要不明核心的话 需要五台以上的机器 没想到机器突然暴走 自己激发了核心控制系统 巢穴中出现了无数只异形军 他们竟然通过机器控制了那些异形军 甚至让异形军自己攻击自己 很快那些异形军就被全部击杀 本续他们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而空军上校他们养虎为患 因为机器已经失去了控制 正在开始攻击他们所在的基地 空军上校想要强行停止机器的运作 但是机器直接到了叛逆期 不但不听话 反而向他们发动了攻击 差点就把整个基地给炸了 而此时 方家和美旭他们还在舰队上 舰队被击中 美旭差点就被甩下去 方家和阿佩赶紧扶住他 夏洛特也察觉到了局势不妙 立刻掉头回去 此时本打算离开的其他人 也纷纷发现了情况 现在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没想到美旭在轮椅下藏了一副飞行器 他原本准备自己出战 但方家知道他身体不行 立刻接过了这个任务 方家说他不想现在就放弃 一定要守护好大家 于是美旭便让他接手了飞行器 夏洛特他们也在赶来的路上 黑化的机器正朝着他们发动攻击 方家在阿佩和美旭的支援下锁定了位置 成功从甲板上起飞 并靠着阿佩的输出掩护 他成功挡住了机器的攻击 下方舰队成员纷纷发出了欢呼声 此时 米娜他们已经潜入基地内部 将空军上校暴打了一顿 并且翻出了他们私下做的材料和研究 发现这群家伙竟然越过强行魔女部队 搞到了异形军的核心 并且开始研究 还准备强行解散魔女队 不是啊 你都有本事搞到异形军核心了 还打什么内斗啊 这边 米娜他们也发现海边上出现了魔女 而方家驾驶的那个飞行器 竟然是美旭的 他们便意识到美旭之前是装穴 竟然靠在这一招 把大家都骗过去了 米娜有些懊悔 没有相信方家 不过这一次 他们一定要帮到方家 而方家在猜测机器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难不成是因为异形军 想起那个小和自己接触的异形军 方家还是没能对黑化机器下手 这个时候 机器突然飞到半空 亮出核心 方家下意识的想去触碰 然后发现 这机器竟然是用核心引诱机器 他便意识到 这个家伙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异形军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举起了枪口 因为眼前这个机器不是他的敌人 两人在天空中打得势均力敌 攻击落到了船板上 美絮和阿佩险些摔下去 方家想去救人 却被机器阻挡 没想到哥尔特他们冲到停放飞行器的地方 却看到回来的艾拉和萨尼亚 艾拉找借口说 车子重新开回来了 没想到萨尼亚就揭穿了 她就是想来帮方家 然后米娜告诉他们 不用害羞 因为他们也是来帮方家的 此时小丽也返回了基地 弗兰和萨洛特在空中开飞机 掩护方家 阿佩和美絮已经坚持不住往下滑了 萨洛特立刻开飞机 将两人接住 牛顿看了都 算了 这是一个有魔法的世界 萨洛特载着队友前往基地 小丽也成功抵达了位置 现在除了方家 全队都会合了 只是方家还得与机器对决 他的体力已经不支 这个时候穿上装备的众人 立刻帮助攻击 舰长看着自己的船队沉默 有些悲伤 不过这个时候 摔进海里的机甲又爬了出来 并且他还把自己的机体 融入进巨大的舰船上 竟然化身为空中飞艇 众人立刻调换了方家和美琪的飞行器 并用包围的姿态去攻击机甲 美琪检查了这艘空中飞艇 发现两者已经完全融合了 他甚至都不能被称为机甲或是异形军 而是成为了一种新的敌人 而除了他们这些魔女 没人能够搞定这异形军 确实 毕竟这个时候 第一颗原子弹都还没诞生呢 于是米娜一声令下 全队将空中飞艇视为攻击目标 这哪里是攻击呀 文明就是女童撒糖 你看看艾拉和萨尼亚都撇到什么地方了 飞艇哪能接受这种恋爱的三重味 阿佩带着方家和小丽进入飞艇内部攻击 方家为了方便 直接把武器都丢掉了 他们走到距离核心最近的位置 阿佩用出了自己的十万伏特 你小的 果然是皮卡丘修成人形吧 此时 他们已经找到了异形军的核心 但是这个核心却被无数根尖刺包围 方家拜托阿佩和小丽扶住自己 将属于他们的飞行器对准核心 直接用飞行器将核心撞碎 于是整个空中飞艇瞬间碎裂 而与此同时 异形军的潮雪竟然也在崩塌 那一天大陆从他们手中解放了 而因为敌人的消失 世界引来短暂的和平 他们魔女部队也终于不留遗憾的解散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干队三好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